黃毓民議員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分別作出預告 各自動議 港稿附錄裏的第二組修正案 修正第十一條 上述兩組修正案 都是指在修正降低投資風險的機制 委員就可以就第十一條的相關部份 以及上述的修正案 進行合併辯論 先請黃毓民議員發言動議他的第二組修正案 然後請局長發言 局長現階段暫不可動議的第二組修正案 辯論結束之後 全委會先表決黃毓民議員的第二組修正案 如果黃毓民議員的第二組修正案獲得通過 局長就不可以動議他的第二組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的第二組修正案 多謝主席 本席在這個條例草案提出兩個修正案 就是為了降低強積金計劃成員的投資風險 一直以來 除了強積金收費 就是這個管理費高昂之外 強積金另外一個特捷的問題 就是回報會受到股票市場 一個影響 而且這個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強積金投資在股票資產的比例偏高 這個使得回報就要跟隨一個所謂大市波動 增加市民的投資風險 令到普羅大眾就得不到安穩的退休保障 背離這個強積金的立法原意 股票佔了強積金的總資產超過六成 而香港股票就更加佔總資產差不多四成 按照國際標準來說 股票佔總資產的比例是屬於非常之高的 根據2012年的數據 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成員國的私營退休金計劃下 股票資產平均只是佔四成 以今年的一月為例 油價大跌 中國的經濟硬著陸等等的困擾 令到全球股市出現很大的危機 德日中港四地的股市跌幅超過一成 對強積金供款人來說 造成打擊 整體回報跌了4.77% 480隻強積金產品之中只有12.6% 即61隻能夠錄到正面的回報 一月份每人要虧9709元 因此為儲蓄退休金為目標的計劃 根本就不應該承受股票市場這麼巨大的風險 為了儲存錢 要去投資一個極大的風險 一個這樣的組合 而且不是自己作主的 預設投資策略的投資原則 就是採取環球分散和降低風險的原則 以及除了年齡將投資風險降低 將當中風險較高的核心累積基金的資產風險轉移 到風險較低的所謂65歲後基金 當中這個核心累積基金是屬於混合資產成份的基金 目標就是將成份基金的淨資產值的60% 投資在風險較高的投資項目 主要就是環球股票 而剩下的40% 投資在風險較低的投資項目 主要就是環球債券 65歲後的基金是屬於混合資產成份基金 他的目標就是將成份基金淨資產值的20% 投資在風險較高的投資項目 而剩餘的80% 就投資在風險較低的投資項目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降低風險機制要移除投資成員 50歲才開始運作呢 政府真是沒辦法解釋這個問題的 我們必須要考慮 預設投資者的成員 很可能本來就不希望參加這個強制金計劃 知道這個制度非常之荒謬 將辛苦賺來的錢 就去一些基金公司 沒辦法去解決他們退休生計的問題 就索性不理會這個強制金的東西 很多時候就不理會 你現在問一下這些打工仔 有多少人去深究 沒有人去深入研究的是什麼東西 只是知道沒有好處 只是知道不想供這個東西 如果可以不用供的話 我就不供 是吧 就這麼簡單而已 是吧 有些人經常找新加坡CPF來給 你給什麼 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人家是整個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福利制度 是吧 所以這些打工仔 公款的人 他是不能選擇 是吧 你有得讓他選擇他 你都傻了 老實說 現在就是說我幫你選擇 然後 這個計劃好像有些瑕疵 我現在就幫你選擇他 這樣而已 是吧 你有問過我們這些打工仔嗎 老實說 經常說我們都收證 沒有諮詢 我把管理費減到0.59 要不要諮詢 全世界人都拍手掌 說就說還要諮詢 不要說我沒有一個諮詢機制 這個政府這麼大的機器 我諮詢什麼 為什麼要諮詢民意 越低當然越喜歡 不用說 你問打工仔公款 那些贊不贊成黃毓民這個提議 是吧 那當然是陳建波不贊成 大哥 那他有利益關係 他保住那些基金佬 保住那些保險公司的人 他怎麼會贊成呢 但是工款的人怎麼會不贊成呢 用什麼諮詢民意 用諮詢民意來打我 如果政府這麼諮詢民意 就不用墮落到現在 我告訴你 這個政府是墮落的 我告訴你 你根本沒有辦法解決生計問題 那就不管了 大家都 反正都是強迫性的了 他理來做什麼 既然我們不可能知道 這個預設投資者成員的投資的想法 這個所謂預設投資策略的最根本原則 就一定要將投資風險平均分佈 現在這個預設策略 策略投資 有一個高風險基金 一個低風險基金 就應該盡可能 將這個所謂 預設策略投資的成員 面對的風險 平均分配到這兩個基金 而參與 強積金計劃的年齡 介乎十八至六十五歲 政府定下五十歲 才開始降低風險機制 明顯太遲了 十八到六十五 六十五才是計劃 完了拿錢 是不是 在完了拿錢 那十五年前 十五年五十歲那裡開始來計 是不是 所以呢 我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個太遲 我的建議就是 將十八與六十五之間的中委數 四十一點五 這個很合理的 不用問意調查的 局長 中委數來的 就是四十二歲 為了降低風險機制 就是作為這個降低風險機制的開始 就是十八至六十五中間 這個中委數 四十一點五 就是四十二歲 在本席提出的兩條相關修正案裡面 也都將五十歲改成四十二歲 將強積金的投資風險提早降低 不過以上的方法呢 其實都不可以徹底解決這個強積金問題的 我們都講過很多次 解決強積金問題的方法就是政府去承擔市民的風險 你又不會做 是不是 以前都有建議說 如果你要解決 為了市民的退休生活 應該就設立一個公私合營的基金 或者成立一個公共受託人 例如金管局 負責營運 這些預設投資策略 這個有兩大好處 一來就將管理費劃一 以及降低 另外呢 如果你這樣做 你又可以節省了 很多市民的血汗錢 二來呢 政府 一旦擔任了這個公共受託人之後呢 就不論政府怎樣去動用這個資金投資 起碼呢 他要承擔一個責任 你就要幫我們的 血本 保本 避免好像私人公司那樣揮霍我們市民的退休金 或者辛苦的處族 如果保本都做不到 那麼這個 強積金沒有意義的 基本上是 政府就應該去承擔這個責任 承擔我保本的責任 例如這個預設投資策略 是給那些不願意作強積金 即是 作強積金投資的成員 與其 現在你搞一個不知道回報成果的核心 成份基金 倒不如直接跟金管局的外匯基金掛勾 更加有保證 是不是好些 外匯基金投資組合奉行 這個保本行先 就是長期增值的原則 著眼這個中長期收益 當然也是有虧損的 但是過去十年的回報率呢 平均是3.7% 是不是好過強積金 你又不會做 是不是 這些建議不是沒有討論過的 但是都給政府用一個理由 你只有一個理由 強積金是私人管理 就用這個理由 你就拒絕所有這些可行的建議 是不是 政府就是想將一個公共福利政策的責任 推卸到市民的身上 就是我記得 在我第一年做議員的時候 我就問這個 就是張建聰局長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個社會福利署 網頁那裡這樣去租質 抹黑那些老人家呢 就說有些老人家呢 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就沒有積蓄 又沒有為自己老的時候去籌謀 大哥這樣也可以 那就是說你老來呢 你是該死的嘛 你年輕的時候有自己 早為之計未與籌謀 那你不用這麼淒涼 現在要讓我們給你一些生哥金 又要資產審查 扔招 那你才可以不用資產審查 然後就長者生活津貼 然後就縱門 三大支柱 就是因為你年輕的時候 你沒有儲蓄 你沒有早為之計 現在那個收入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增加 這些年輕人的收入 怎麼儲蓄到老呢 那就靠這個強積金 那個強積金就被你拿到乾了 所以這個政府基本上無良 我現在都很難形容你的 我告訴你 是嗎 該死呀 你臨路過不了世 不是個個像你陳家強 大哥 不是個個像我民航處長 這樣 浪費這麼多公帑 可以拿千多萬走 然後每個月拿十萬八萬長逢 大哥 是不是呀 老人家又撿紙皮 現在吃碗叉燒飯二十幾元 近時在深水埗七元有得吃 你們是沒辦法理解到 這些老人家很痛苦的嘛 對不對 如果你有個全民退休保障 政府就承擔責任 或者你強積金搞好些 好似人來新加坡 那你不用這麼淒涼 拿著雞稅這麼多 一說起這件事 當然是不肯的了 沒什麼理性的 我告訴你 你一開口埋口強積金 就私人管理 所有建議 小收小補 都是小收小補來的 但是 都好過你現在這樣 我現在提起這個修正案 變成四十二歲 那我告訴你 一定是被否決的了 我告訴你 這個議會裡面 大部分那些人 他不幫政府護航 好像會死的 不是做立法會議員 我告訴你 那有什麼辦法 唯有市民爭亮眼睛 但是又沒辦法 在這種制度下 那些人又繼續做議員 下一屆 那些功能組別 你能吹個槍 是不是 無恥 說到尾 你將公共福利政策 責任推在市民身上 那不是無恥 是什麼 是不是 跟著就是私人管理 私人市場 任由 那些所謂 財金界人士 在剝削 剛才我進來的時候 你打算駁一下陳健波 是不是又隔起來了一分鐘 他都說一下 我告訴你 要不要護航到這樣 你基本上是有利益的 你說的話沒有說服力的 你又跟我說 跑不跑 贏通仲那些 看你在哪個起點 在計算哪幾年 是吧 大數計是混蛋的 這條數 我告訴你 你又抽一個 來講什麼 斷章取義 駁就在那邊 不停抽 是不是 我都趕不及來讓你先講 不是我起碼說五分鐘 我說給你 拿些數字出來算 是不是 你沒有收錢的 你沒有錢賺的 不是 我們現在針對是政府 嘛 政府要承擔那個責任 是不是 喂 你無論怎樣修補 你都是千瘡百孔 沒有辦法保障香港人的退休生活 這個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不用爭辯的。 四年多前,我在一個有關強積金的相關議案裏,在立法會發言,我記得是這樣說的。 我們的長者是很不幸的,坦白說。 如果我有本事,我做議員,我一樣是蛇齋餅做米。 我派這些東西不是用來拉票的,我現在每個月都有生日會,長者生日會,紅磡、深水埗,每個月都有。 昨天不用上法庭下午,我便可以跟老人家吃飯,拍照。 我們不是搏拉票的。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選區的長者是非常窮。 跟他們接觸,你會覺得做人做到這樣真的很淒涼。 貧窮老人,佔了長者人口三分之一,大哥。 有時候我們多辦一兩次生日會,請他們吃飯,派一下粽,派一次餅,派一下米, 叫他們去民建聯那裡拿一下,工聯會拿一下。 那裡拿一隻,那裡拿兩隻,加上就夠過節了。 這些其實不用搞得那麼淒涼,如果他的退休有保障。 是否這麼說啊? 四年過去,老人家,一樣是沒有可靠的退休保障。 這個,強積金你也不全面廢除,實現這個全民退休保障。 那你這個政府用來做什麼呢,大哥? 這個政府就應該落地獄了,主席。 黃毓民議員,請你動議你的修正案。 主席,我同意我修正案。 會議員暫停名牽上,九時政恢復。